这是梁赞的文化休息中心公园 这个公园可能80后70后有说不出来的那种亲切感 非常像我们七八十年代国内的那些小公园 今天是周六 所以很多人都因为天气不错 虽然都有自己的别墅 就是在乡下 其实说是别墅 它跟咱们国内的别墅不是一个概念 就是在乡下自己盖的房子 然后种一些瓜果蔬菜这些的 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去乡下了 这市区里面的人不是很多 这真的是这些游乐设施 也都是跟我们80年代的时候差不多 很简单 放床 在梁赞克利普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马场 像这种埃种马就是梁赞里边当兵肯育出来的 波斯 还是没有钱 设计这个公园占地也不算小 如果有钱投资的话可以发展更好一些 咱们都说过之类 咖啡 这个地方就是 以前小孩子可以通常就学习一些交通 交配设计 今天是俄罗斯的交管部门成立八十周年 今天是区友谈 在gum上面发的一些图片 听了一些老师的交警车 有个小剧场 门是关着的 这里有一个服务 这一片建筑是今年才修缮完 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里还是破破烂烂的 俄罗斯的鸽子都不怕人 因为没有人伤害它 这是一个无人驾驶的这么一个船 这个价格够便宜 15分钟255分钟休息日 然后平时工作日的时候 租计到周五是250 我儿童150 价格其实有点高 一小时235度 周末平时是2500 无人驾驶船 都没坐在船上面 它自动在这个空间上漂浮 然后田站这边是一个体育场 体育场基本上平时活动也比较少 这边是一个体育场 体育场 这是给工人的工头 是从洗手间的 东口 然后这影片现在是以前 梁战这边的一个占地医院 现在是一个城市公寓医院 这个俄罗斯的医生 司马产业医院 传染病 这个传染病中心 在这个前来这个 缓缩的这个楼再过去了 儿童探查丢户 再往前走一点 就到了这个公园 在南门 走到我们从南门出 老沃 这种人工脑 在俄罗斯非常常见 就到了这个公园的南门 从南门出 我们从南门出来了 然后现在绕过到这个 东门这个地方 这个公园没有北门 体育场 我零二年刚来梁战的时候 这个地方每个周六周日 都有这个二手车市场 很多这个二手车在这 进行这个交易 这是梁战州 都立法院 新贷的名字 然后就是梁战州 北厘州的一家大学诊所 在那边工作的 十来年 连学习 现在这边非常漂亮 这边非常 外边也是有点 就这个公园相联的这个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